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祖鼠水晶糕 晶莹剔透 做法还简单 好看又好吃 鲜好皮的祖鼠400克 把它切成薄片 开大火后上锅蒸10分钟 时间到 用筷子能轻松炸烂就可以拿出来了 把它倒到大碗上 放一勺白砂糖 趁热把它压成细腻的紫薯泥 取一小团紫薯大概10克左右 搓圆放一边备用 刚烧开的滚水350毫升 放入105克白砂糖化开 接下来盆中倒入350克橙粉 也叫小麦淀粉 再放入玉米淀粉105克 把开水分几次慢慢倒入 把面烫熟 接下来把70克猪油也倒进去 揉成面团 分成两份 再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大概30克左右 再搓成圆形 取一个面团 把它压扁 包上馅料 收紧口 再搓成圆形 全部做好后 用模具一个个压出发型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了 这个份量我做出来有36个 大火烧开后蒸15分钟即可 时间到了 准备出锅 大家看一下 晶莹剔透 还很Q弹 我们来打开里面看一下 浓浓的竹鼠香 特别诱人 竹鼠水晶笔好看又好吃 做法还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点赞 收藏 加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